子凌开麦 好那我们继续呢 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是今天邀请到呢 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后大家也都很期待 他来到我们电台的 这一位传奇的人物 就是呢 他以前演戏也被大家说 号称为台湾第一媳妇 就是张玉燕呢 现在就坐在我旁边咯 哈啰你好 子凌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玉燕 是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呢 就是要请张玉燕小姐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听说你跟尤安顺 其实他也是我很喜欢的 一位演员 然后跟大家都喜欢的 这个吴念珍导演 你们一起来合作 就是绿光剧团的 这一部舞台剧 这部舞台剧呢 其实他也蛮厉害 因为听说是演第四次 清明时节 那可不可以请玉燕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们先从以前开始聊 好 因为你第一部作品 让大家记忆深刻 末代儿女情 就入围了金钟奖 最佳的女演员奖 那所以说呢 一直都是演这个苦情的方式 那这一次挑这个剧本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因为我拍电视剧很多年嘛 那工作这么多年以后 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职业 其实有某个程度的倦怠 那我之前一直是 以上业戏剧演出为主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 我一直希望可以 自己有不同的尝试 我很希望可以有类似文学性质的作品 让自己在表演方面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可是电视文学作品 本来这样的机会就 对就少 然后人家也不一定 刚好想到要找我 对不对 那刚好这一次绿光剧团 跟我联系的时候 他们开头就说 这是一个文学作品 我当时一下就 心就动了一半了 结果他们接着说 这是吴念珍导演的作品 我整个就觉得 那我怎么样一定要来演 然后这个戏的话 是今年是第四次巡演 那不同的是 前三次的版本 跟这今年的第四次 我们演员上 就是我跟尤安顺 我们是新加入的演员 因为之前是林美秋小姐 跟王世贤 他们两位 前面演了三版了 但他们好像 今年比较忙 你们这个型差太多了 王世贤跟尤安顺 你跟 很不一样的夫妻哦 导演觉得不同的演员组合会有不同的火花 然后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前面这个版本刚好原来的演员也忙 也不能继续演出 然后刚好也演了三版了 那换新的演员也许不同的样子给观众看 那我想问一下 玉燕 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说你想要演那个文学的作品 那文学跟像这样的商业的戏剧 你觉得是有什么不同 所以让你会很想演这种文学的 因为商业演出的话 一般电视剧的话 怎么讲呢 演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也慢慢有成长 然后有时候对于剧本自己心里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可是如果是商业演出的话 其实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期待太多 那如果说可以有那种文学性质的戏剧作品的话 我以前看一些文学戏剧作品 里面的那种氛围 还有人物角色的描写 就基本上他的那个剧本是跟一般商业剧是不一样的 他会更有一些层次 在角色情感的进展 在人物关系的一个张力 那是跟商业戏剧不太一样 所以那你演了之后 你觉得有达到你心里的那种期待吗 其实对我来讲很有难度 亲民时间 对对我来讲 我是 你已经演那么多戏 你觉得还是有难度这样子 首先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之前学习的过程 我是就现在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以前是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 那我学的是剧场在学校 可是我毕业以后就一直是拍电视剧 我拍了这么多年电视剧 然后我三年前是我第一次回归剧场 演了全民大的同学会 然后这是第二次 剧场演出就是舞台剧跟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是你站在台上所有的戏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是完全不能重来跟我们录影拍摄那是完全两回事 而且表演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电视剧 因为电视剧的常有镜头可以特写 或是全身或是半身 那有的时候有些戏剧表情 你只需要一个眼神 或是很细微的那个脸部肌肉的牵动 观众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 可是剧场不是 可能实拍以后的观众 他可能都看不到你眼睛是张开而闭着的 对不对他看到的是你整个人 他听到的是声音 所以在声音表情跟肢体的那个戏剧动作 那是更为重要的 那这跟我以前的表演习惯会不太一样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戏是纯台语 台语哦 你你可以吗 我以前 大家忘了我的几岁生姨 可以耶 我以前演过台语的八点档 所以我以为我可以 可是我们还是印象中是你是国语的戏剧 我平常还是日常生活还是以国语为主 没有错 但是我台语也行 因为我妈妈是高雄人 我妈妈是高雄人 大家要听到高雄人 所以我台语也行 但是不是这么 顺畅 对不是说这么顺畅 而且舞台剧要一气呵成 而且这个的清明时节 吴念珍导演的作品 他里面的台语 这个时代背景是50年代的台湾 而且是大家都习惯 都是讲台语的那种环境 非常地顺口 然后就好像你就活在那里这样 对而且他里面有些语言有很多的对障跟押韵 所以我们在演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导演是要求我们不能改剧本的 就必须一个字一个 对我们不可以随便加什么 最词加一些细索的那个字 因为他的每一句话 有些是有些对障的 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了 我跟那个刘安顺说 你不必要这样啦 我没懂和白人没考虑 就类似像这样 他就是有那个尾音的对障嘛 所以我们完全不能改 那刚开始对我来讲的话 是有点困难 因为包括有一些台语的发音 还有一些用法 就可能现代的一般人不会用了 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 那就要从头学 然后讲起来不是那么顺口 那我回家每天就要自己念那个 念那个台词 对把它念顺 那就是语言的部分对我来讲 是完全就是一个超级任务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很艰巨的工程 但慢慢慢慢盖房子盖房子 慢慢慢慢已经越来越 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你还听说那个文艳珍导演有称赞你 应该要吧 对不对 总得给我一点信心啊 我们是会播出去 要给我一点信心啊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剧场的那个表演方式 那我也在跟我们 就是一起对戏的演员 我也跟他们学习 因为我们其他的演员的剧场 演出的经验比我还丰富 那戏剧 影剧的演出跟舞台剧的演出 还是有 不一样 还是有技巧上 有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每一次排列也修正自己 我觉得也跟同剧的演员们 学习 对我来讲 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以来 回归剧场 一个在进修 在磨练自己 然后在戏剧上更精进的一个作品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自己还在持续进步中 这种感觉很棒 好 那我们也期待说 之后还有更多你优秀的作品 跟大家来见面 那来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清明时节的故事 还有这个角色 因为他演第四个巡回了 但夫妻不太一样 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这个大概的故事 还有你们这个怎么去演出这一对夫妻 这个戏里面就是我跟尤安顺是夫妻 我们是一对结婚八年 然后有一个念小学一年级的小孩的一对夫妻 然后我们在一个就是一个乡下地方嘛 就台湾古龄年代就是一个台湾那个乡下地方 那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相亲结婚的 那这个尤安顺呢在戏里头 他就是一个在当地 我把它摆起来好 你继续讲 他在当地 他是 他在银行上班 然后他喜欢文学 他喜欢听古典音乐 那个年代 在银行上班又听古典音乐 然后又会 又喜欢看书 写 就完全就是一个 高级知识分子 对 文青 对 然后我就是一个书念的不高 那我们相亲认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有那种 差距 灵魂上的差距 灵魂 好 对吧 对 就是很多松奇我们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就是他看的书 他听的音乐我都不懂 我觉得说你在干嘛呀 你怎么不陪我去 你丢杯啊 看电视 那你们当时怎么会结婚呢 就相亲啊 然后他也OK 你也OK就结婚了 相亲大家都会表现自己最好的样子 对不对 然后又年轻 所以 然后小孩也生了 对 然后就成定局了 就日子这样子过啊过啊 可是 左邻右他都很羡慕我 觉得说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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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帅 然后又在银行 然后又这么有才 对不对 然后我呢 因为 我觉得女人会有一种这种心态 就是 你老公比你优秀的时候 你会不会没有安全感 那你会再把家 就我能够干吗 我就是把我的家顾好 这是我可以掌握 我可以表现我自己的能力的部分 对吧 所以夫妻关系就这样子 每天 一天一天这样 一年一年这样子过了 可是对我来讲 我其实心里还是有不安全感 就是你老公这么优秀 而且你老是觉得怪怪的 我们好像某个地方是不是那么 就是有个部分是空白的 所以我总觉得说 我老公会不会怎样怎样了 外面有什么状况 然后我又不敢讲 因为我只是怀疑 我只是没有安全感 但是直到有一天 就是我先生他的长官 对他的主管 就是有那种厉害关系 想要整他 然后就故意来我们家 让我知道我老公在外面 他就透露那个讯息 让我知道我老公在外面有状况 这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后来就被掀开来了 对就是故意这样子 所以是真的有状况 还是其实是长官太坏了 真的有状况 这个女人的第六感是很 我心里会怀疑 我怀疑这么多人 我都觉得怪怪的 就是其实多半女人 说女人的第六感很准 就是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时候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有什么事情在暗流涌动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摊牌事情先到桌面上来说 他摊牌要说你要怎样 然后夫妻的那个争执 那种争吵 讲到争吵的戏 我以前的电视剧演出都是那种比较文静 比较柔顺 然后吵你被欺负这样子 对就是逆来顺受 然后 然后 真的要大力吵架 对我都是被人家骂 被人家念 被婆婆念什么的 所以我的台词也没这么多 就是通常我是听别人在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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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我什么的 然后我偷懒就是很柔顺的这样回应 回應 這個戲完全不是 我大概是所有演過的戲裡面 台詞最多 然後最私心裂肺 最 哇 我每次演完這個戲 整排一次完以後 全身都要虛脫了 因為我們在舞台上 你看夫妻兩個 已經鬧到要離婚 知道你在外面有外遇的時候 的那種心痛 那種不甘願 就是你們在 觀眾朋友不好意思 聽眾朋友如果你們在家裡 跟安阿寶怎麼吵架 我們就是在舞台上怎麼吵架 他真的蠻累的 因為就之前有人來看說 吳念珍導演寫的那個台詞說 這個 我跟我老婆吵架就這樣 我跟我老婆吵架的時候 就是會有講過這些話 這樣就是 吳念珍導演的作品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很多東西在餐桌上 夫妻之間餐桌上講一些話 看起來平淡 可是事實上就是很多人的 真實生活的切片 然後很多的那個情感 跟很多的那種 兩個人那種你來我往 那種試探 言語上的那個試探 都是這樣暗流湧動的情況 那到後來掀開來的時候 就是一場風暴 所以我跟尤安順兩個人吵 有一次尤安順說 真的耶 我吵完那場戲 他說他的後腦勺很緊緊的 我說還好我們都沒有高血壓 很認真演戲啦 好 那所以呢 是不是請玉燕也跟大家來講一下 在這個綠光劇團的清明時節 那麼演出的一些時間場次來看一下好了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全國都聽得到 所以可以都講 因為 我們首先是在高雄的魏武營首演 然後這一次的演出時間 剛好遇上了我們的端午節的連假 所以歡迎大家端午節連假的時候呢 可以全家一起來衛武營看清明時節 對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適合 夫妻或帶你爸爸媽媽來看戲 然後很難得有這樣一個好的劇本 然後我必須說我自己是好的演員 認真演出好的演員 對 我們都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可以夫妻一起來 然後帶著爸爸媽媽 然後一起過一個特別有文藝氣息的一個端午節 安安靜靜的看完這個戲 然後可以彼此分享一下這個戲的感覺 我們這個戲的劇情很特別 雖然講的是外與夫妻之間的那個三角關係 但是 吳念真導演從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這樣的一個三個人的關係的 情感的那個糾葛的架構 他從每一方面都去切入這個 這件事情 然後讓我們看戲的人可以看到說 大老婆的問題就是我是原配 我的問題是怎麼樣 為什麼兩個人會變成這樣子 先生這個角度 他是怎麼樣 怎麼會弄得兩個女生這樣子都痛苦 以至於他後來用一個決決的方式來處理 他自己惹出來的這個麻煩 然後這個第三者呢 他背負的旁人的那個謾罵 然後到後來他沒有得到他的所愛 可是他也為這個痛苦好多年 就是這個事情我們撇開道德 撇開法律就是我們的傳統觀念 撇開這兩個比較我們 社會的一個框架價值的判斷這樣子 撇開這個框架的話 其實對跟錯 我們讓觀眾 你們來劇場看了以後 你們可以從裡面自己會有不同的解讀 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是跟一般的戲劇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我們首演在高雄的衛舞營國家歌劇院 然後時間是六月二十三六月二十四 然後到二十五二二三二四二五 那其中禮拜六那一天是下午晚上有兩場 所以總共在高雄有四場的演出 然後隔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就是台中在台中的國家歌劇院 時間是六月三十七月一號七月二號 那同樣的在周六七月一號那一天的話 就是有下午場跟晚上場 也是同樣在整個台中一個週末 它有四場的演出 然後中間我們會稍微休息一下 到了九月一號我們台北場就正式展開了 台北的話在台北 有十天喔 沒有沒有 有跳就對了 兩個週末 台北是在國家歌劇 國家戲劇院 九月一號開始 九月一號 九月二號 九月三號 然後隔了一週以後 九號十號 對 九號十號 六日吧 六日 五六日 就是九月八號 八九十 九月一二三 九月的八九十 對 然後我們只要逢週末就是有下午場跟晚上場 嗯 好 那我想就是 今天喔 真的非常謝謝我們的心中的偶像 好 張玉燕小姐來到節目這邊跟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舞台劇戲劇演出的分享 好 也很期待說可以在舞台上再看到你驚艷的演出好 好 那是嗯 要再度的提醒大家我們高雄場呢 清明時節是在這個六月二十三到二十五號在高雄的魏武營歌劇院來演出 也要謝謝大家今天來收聽 那歡迎大家去看這個好看的戲劇舞台劇 然後還有就是要謝謝我們代表綠光劇團清明時節來上我們節目的張玉燕小姐囉 謝謝子玲 謝謝 嗯 拜拜 嗯 哇蠻快的 哇蠻快的